批掉直线需要大拇指发力吗 大拇指不发力 大拇指稳定拍面就可以了 但是不建议你批掉斜线 不建议你批掉直线 批掉直线不太稳定 还有一个就是 批掉直线更难掌握 OK 讲一下发球 发前场小球的时候 大拇指顶在宽面 手腕保持力腕 比较关键的动作是 手拿球的位置 这三根手指 这三根手指去拿球 拿到球的球毛 拿住 拿稳 然后球头对着自己 我习惯是正对 正对发出去的球 它有一个快速的翻转 它的威胁会更大一些 那如果说你不太习惯 你就先朝膝盖 朝膝盖也可以发得出去 OK 然后发球的时候 继续卡了一个三点一线 首先先讲一下动作 球拿起来放到这个位置 你的发球就不要再动了 然后手拿起来 拍头朝下去找球 这样去找球 以前的要求是 不能这样发是犯规的 大家要讲 横着发是犯规的 竖着发 然后球拿好 拿到身体前侧 拍面找球 然后跟球保持一个距离 尽量不要去贴着球 贴着球再拿开 再发球 犯规 我就可以直接推 那么推的时候注意一下 我们有一个三点一线要去卡 击球点球头和网带要形成一个三点一线 让击球点球头是对着这个网带的 然后顺着这个网带 往前 这个翻了 顺着这个网带 去往前推 它推出去就是一个比较贴网的球 永远 、 Boys 空 won 但是 不 我们